中国人民银行上周五收市后宣布 将于15日起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预期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人民币 分析认为 央行已着手应对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工营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惩罚分析 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向下 但通胀影响向上的压力 货币政策已松紧搭配进行针对性应对 基准利率和流动性总闸口不松 不搞大水漫灌 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定向支持政策不紧 确保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输血源源不断 增强精准低贯 摩根大通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认为 降准预示央行关注于2021年下半年经济有所放缓 低消费物价指数配以高生产者物价指数 会削弱消费者抑郁 降准有助改善银行流动性 但需求方的风险依然存在 这次降准主要是鼓励银行 向小企业进行更多长期贷款 7月将有4000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 于11月和12月分别再有1万亿和9000亿元到期 这次降准有助银行偿付这批到期MLF 以及容许银行发行较长期贷款 交银国际报告分析 这次降准来的较与期为快和幅度较大 能协助降低银行融资成本 并对银行盈利有正面影响 预期对国有银行税前盈利能提升1% 大华季显认为是次全面降准 教市场原先预期的定向降准 更为正面较宽松的流动性 亦有利延续港股反弹走势 港股恒生指数 今天盘前变高开328点